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一个预言故事 名字叫农夫和他的儿子们 请大家细心聆听 好,让我先说吧 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五个儿子 那五个儿子常常不团结 为了吃麻布搬大的小事而争论不忧 农夫因此既生气又懒我心想 他们这样再朝下去争论不休 我怎么办呢 突然农夫想到一个好办法 第二天早上,他教了五个孩子 叫到他面前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父亲,这不过是小木条罢了 有什么特别的呢 那你愿意接受我的条件吗 父亲,我们当然乐意参与游戏 这些正受讨价了 大哥,你试试吃团这些木条吧 这段小木条太容易了 我一定能做到的 可是老大画了九牛二骨的力也吃不团 呃,我没吃饱饭,没力气 二弟,你试试吧 哈哈,老大真打紧,连小木条也折不断 看看我的本事吧 啊,为什么那么难这段 老三你试试吧 之后老三老四都尝试这段小木条 可是他们用了全身的力气 也只能把小木条折弯了一点 最后孩子们终于不输了 龙夫看到孩子们这个样子 他们他心里乐了 因为他终于有办法教育孩子了 同学们,你们知道 龙夫想告诉孩子们什么道理吗 让我们妈妈说吧 你看不看到这棍木条有什么特别呢 父亲,这也是一些普通的小木条 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 我现在拍开绳子了 再抽出五条 你们现在再试试 接断木条吧 儿子们借过了小木条 轻轻利用力 可擦几身 我跟小木条分别被折断了 这时爸爸说 同样是木条 为什么现在这么容易遮断 但刚刚那么用力也遮不断呢 我知道了 分别就是分开的木条容易遮断 而刚刚 而刚刚 绑在一起的木条是很难遮断的 这就是分别了 我想告诉你们 你们好像小木条一样 当你们分开的时候 力量就流向了 当你们团结一起的时候 力量就强大了 敌人就没那么容易打败你们 听到父亲的话 儿子们明白了 父亲的用性良苦受愧起来了 同时也明白到兄弟之间应该互相相爱 从此以后 他们和木相处 这也不吵吵闹闹了 同学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团结的重要 你们也要记住哦 如果你们有兄弟姐妹 同学们和朋友 你们也要团结一致 相亲相爱啊 一二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